深圳中产今年面临史无前例的就业难题 有人降薪50%的年终奖 也直接被砍掉 有人失业躲在星巴克假装上班快一年了 有人才十月份就提前返乡过年 有人开餐馆收获了一地鸡毛和一身负债 最新曝光深圳一公司 就给员工放了足足十个月长假 变相裁员 互联网大厂也不例外 我的女同学凯里今年已经有三次被告知要被优化掉 不过在上周她连夜离开深圳 到上海的新东家任职 从明星大厂自降身份到平民小厂主打的就是反向跳槽保平安 今年未婚未育35岁持拼事业的她万分庆幸 说这年头能安稳过度已经谢天谢地了 互联网进入存量时代 房地产更是前路坎坷 这一年总部原来在深圳的恒大一夜暗淡 曾把万科按在地上摩擦的资本野蛮人姚振华被员工追打 最近龙华一楼盘甚至出现史无前例的0.5成首付 剩下的2.5成首付由开发商送你了 房地产的萧条波及到产业链的每一个人 一个深圳大学毕业做建筑设计的朋友 降薪一半却要承担两个人的工作 每天深夜11点半准时下班 每个月还完不及的老破小房贷18,000 身上分文不上 本科毕业的全职太太无奈只能跑到东门首饰店做收货员 一周上6天班一个月赚5000补贴小孩家用 下班回来只能叹息抱怨老公不争气 原以为2023年一片光明 迎来的却是中产集体反贫的元年 这时就有财经专家跳出来一般正经安慰新中产 这是因为行业受到新技术冲击 造成了结构性就业错位 电商冲击了实体电 智能机器冲击了传统工厂 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 什么听不懂 好专家说还有一个因素 周期性因素 疫情后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的现金流都出现了困难 疫情期间的余气让大量创业者瞬间成为老赖 银行不断抽贷 让原本苦苦经营的业务雪上加霜 各个互联网巨头的网贷项目纷纷粉墨登场 不断搜刮着每一个困难前行的新中产 新穷人 进一步把他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这一切毫无疑问 只能怪全球经济周期进入低谷 咋乱未来 2024年将会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你别不信 美国高盛最新出炉的分析报告 在首页就明确指出 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 面临诸多利好因素 尤其是家庭收入增长 制造业活动复苏 就连高盛都这么乐观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 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接下来的一年 新中产一定要更加谨小慎为 建立自己的反脆弱系统 简单来说 就是先保住工作 确保家庭的基本开支 而后用极小的机会成本 利用业余时间去探索 去尝试新项目 先立于不败之地 而后求生 千万不要上头all in 去开餐馆 去炒股 否则大概率连底库都要亏掉 最后把全家都卷入 痛苦的漩涡